董老师刚刚看到的是日本媒体专题报导 中国年轻人毕业就直接躺平 因为失业大军现在统计资料都超过千万 然后这么年轻的失业大军 他当然可能转化成政治压力 是的 刚才陈老师已经谈了很多 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 这个衰败的这个数字 我另外再补充两样 就是说今年以来 2023年全球的股市反弹 这个中国是最低的 在MSCI中国指数里面 中国指数是负4.6% 互生指数是负0.76% 所以中国的股市 它的表现是低于全球的股市的平均涨幅 低于日经指数0.27% 低于台股将近20% 低于S&P500指数14% 其实都低了一大截 就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下个结论 就是说中国的经济 今年是2023年才7月 它的三架马车全部熄火 投资消费出口全部熄火 好 现在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都集中在刚才所谈到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4月份20.4% 5月份20.8% 其实中国的失业率 只要超过15% 就已经很可怕了 超过15%就很可怕 现在还节节往上就对了 而且更不要说 其实中国公布的这个失业的这个数据 还有这个总数是有大问题的 请看清楚中国用的是什么字眼 城镇登记失业人口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广大的农村根本不算在里面 它还有另外一个灵活就业率 什么叫灵活就业率 就是说你一个礼拜 你只要有打工一个小时 你就不算失业 美国是10个小时 欧洲是11个小时 所以说你可以说 中国的这个真正的失业人口 中国国家统计局是说 600万 今年600万 但是中国的民间报告 过去三年累积起来 是5400万 三年累积 好 就是说包括城镇 跟包括农村嘛 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失业大军 好 所以就变成年轻人的求职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样形容 这是中国常讲的一句话 叫做千军万马闯独木桥 所以千军万马要挤独木桥的话 大多数的人都是掉到河里面去了 好 这里面包括什么 等于是说中国的大学生的失业率 比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分之二十点八更高 以上海来说它没有普遍统计数字 可是各个城市有 上海大学的平均失业率是百分之三十 三十四又很可怕 好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常在谈吗 躺平啊 四部青年啊 这个他们年轻人不谈恋爱 对吧 不结婚 不生小孩 不买房子嘛 什么全职儿女嘛 啃老族 现在最新的是什么 因为躺平这个字 在中国已经禁止了 你不能给我躺平 所以刚刚新的 就是日本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半死不活 我至少我只躺一半吧 我没有整个躺 半死不活 现在更新的叫做35岁魔咒 就是已经不只是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了 是上升了 就是说这个失业的危机上升到35岁魔咒 为什么是35岁呢 理由很简单 中国的公务人员考试 他规定的资格年龄35岁以下 后来呢 在中国大陆呢 他们这个工作的人 慢慢就有发现说 就大概在他们人生35岁的时候 特别容易被老板开除 变成失业 35岁失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工作到35岁 大概就10年15年了 你刚好是一个小主管 然后呢 你的薪水比较高 然后呢 你又不加班 各地方的雇主就发现呢 哎我养你这个人的话 我干脆去找一个大学毕业生 OK 又比较便宜吧 我又可以压榨剥削嘛 他又可以教他996 要上班嘛 所以呢 所以35岁失业的 就变成一个普遍现象 这很可怜呢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35岁在干什么 35岁的时候是我们事业 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生育 最重要的时刻 而且可能经济压力开始增加 最重要的时刻 养老的养小的 养老养小还有房贷 对不对 搞不好还有车贷 所以35岁失业 恐怕会形成 这个中国一个社会里面 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动荡的来源 因为中国的现在 习近平的政策 各个地方省份也都在做 就是说呢 这个青年下乡嘛 对不对 都去支乡去了 所以广东 去年年底宣布了 30万年轻人先下去嘛 河南省也规定了 要清零嘛 失业清零 不清零怎么办 下乡嘛 本来是年轻人下乡 我现在看这个35岁的 也要下乡了 就是这种35岁魔咒 在中国是一个新的 可怕的现象